既然先都的三年里,蓝旺金实施了很多改革措施,修仙界在他的治理下一片安宁祥和之相。 最近的一项改革是重启兰家听学,并把听学的年龄调低到七岁,不用想也知道这是未因的主意。 想想看,西安门百家为什么会攻心斗角,还不是世界混沌不明,人人私心太多? 当然修仙界是鼓励求同存异的,但最基本的道德观和世界观还是能统一则统一,多一些蓝旋这样的人,世界不就太平了,思想教育就要从娃娃抓起。 在云生不知处待久了,威英发现自己尽诸者赤,越来越想蓝旋了,从前是生前拿管生后时,现在是居江湖之远,思庙堂之势。 不过自己好像就是身在庙堂吧,帮助蓝旋解决问题更是理所应当的嘛。 威英觉得自己的想法特别有建设性,又怕蓝旋不同意,毕竟这是蓝家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,他准备了几个高大上的理由来说服蓝旺鸡。 没想到蓝旺鸡听到他的第一句话就同意了,两人唯一争执的点在家规,这家规就不用学了吧,我想想都头大。 家规乃入门课,必学。 韩光君,他们才七岁,你就放过他们吧,要是一个个都成了小古板,别人不说,就说蓝紫金小朋友,他以后怎么嫁得出去,嗯? 威英说着说着,就不禁得意起来。 想起了少年听学时,小古板蓝旋那股口是心非的别扭劲,还好遇见我魏无羡。 不然,蓝旋该一辈子打光棍了。 蓝旺鸡知道他在想什么,脸上不自觉绽放一丝笑意,嘴上却不为所动。 家规必学,这事我说了算。 哎呦,一名神武雄才武略的韩光君,你越来越不想理了。 任凭卫英虎脚蛮缠,蓝旺鸡都不松口。 这是他重生以来,蓝旺鸡第一次如此绝情地拒绝他,太伤心了,简直太伤心了,他垂手顿足。 紫禁小朋友发现魏前辈最近很苦恼,往常他都是眉开眼笑的,最近变得心事重重,这还是他可亲可爱的魏前辈吗? 他年纪小,有些道理并不懂。 但凭孩子的直觉,他本能地感觉到,韩光君和魏前辈之间似乎闹了矛盾。 而且就在今天岛上,他听到有师兄小声议论,魏前辈要离开兰家了,据说是因为家规的事大吵了一架,还有什么三年支养的说法。 他们还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,问他,紫禁是留在韩光君身边,还是跟魏前辈走? 他很不解,韩光君和魏无羡好得跟一个人事的,也会吵架,也会分开吗? 他们两人我都很喜欢,他们那么好看,那么温柔,简直跟神仙一样。 我喜欢韩光君教我读书弹琴,也喜欢魏前辈带我满山遍野地跑。 不过,韩光君那么忙,每天最多只能陪我一个时辰。 魏前辈就不一样了,可以每时每刻带我玩耍。 而且在魏前辈身边感觉特别温暖,就像回到娘亲的怀抱一样。 如果非要选择,那我就跟魏前辈走吧。 紫荆打定主意,向魏前辈的房间跑去,他要说服魏前辈留下来,如果他坚持要走,那他就跟着一起走好了。 近视里,蓝旺鸡面无表情地看着魏英叮叮当当收拾包裹。 那个,蓝湛,我走了。 魏英说道,眼眶微红,分明是不舍。 可是没办法,他已经把话说出去了。 虽然一令老祖一向脸皮厚,反悔的事儿也不是没做过。 可是,架不住韩光君太欺负人啊,竟然在他面前摆仙都的官威,真是岂有此理。 嗯,蓝旺鸡点点头,一点挽留的意思都没有。 完了,心都碎了,就此别过吧,看来,我果然还是合适江湖,不合适庙堂。 他走出境室,到了山门出口,从包袱里掏出通行御令,谁知死活打不开结界。 撕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魏前辈,您出不去的,韩光君刚刚修改了结界的密码指令。 哦,那要怎样才能出去? 他转过身,问撕椎。 撕椎道,结界的指令是人脸识别,我们可以出去,但您不可以。 卫英睁大了眼睛,觉得匪夷所思,摸了摸鼻子,一跺脚。 蓝湛怎么可以这样,我找他理论去。 蓝旺鸡似乎料到卫英会去而复返,看到他气势汹汹站在自己面前,一点也不意外。 蓝湛,你给我个解释。 卫英一脚踩在桌子上,蓝旺鸡递给他一个薄薄的本子。 他一愣,下意识地打开一看。 这一看不得了,脸色逐渐阴转情,到最后喜心余色,控制不住跳起来。 儿童版家规。 韩光君,蓝二公子,你好厉害,把三千家规压缩到十二条啦。 你还让我来交手家规? 嘿嘿,我可是会把好白菜都养成猪的。 卫英有个特别厉害的本事,就是可以瞬间忘记不快。 蓝忘记眉间动了动,看着眼前这个张牙舞爪的家伙,最终还是没忍住。 以你为标准。 顾苏兰是要招收七岁的儿童来听学啦。 这个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,迅速在修仙界蔓延开来。 鲜门百家当然是举双手双脚欢迎。 顾苏兰氏可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望族。 一想到自家孩子,小小年纪就可以接受到最好的教育,谁不开心? 谁不想自家也出个蓝忘记? 更何况,他们听说本字听学的师资配置,乃有史以来最高级别。 先都和一人老祖两人亲自讲学,这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 大家一哄而上,纷纷把孩子送上门,生怕抢不到入学名额。 卫无羡恋乐不可知地挑选出15个好苗子,加上自家的蓝紫金,共16个孩子,组成了他教学生涯中的第一支学生队伍。 两人组成了个教学班子,蓝忘记讲文化,卫无羡讲德语。 德语课就是家规,改了个名字,但换汤不换药。 至于武学和术法修行,各家自有家学渊源,孤苏蓝氏不干涉,自然就不教了。 卫无羡本着快乐学习的原则,把儿童家规编成一个个小故事,引导孩子们向善。 偶尔会带孩子们上山踩风,捣鸟蛋,捉山鸡,蓝忘记也随他去。 他讲了几天课发现,孩子们每逢蓝战的课都镇景悲坐,安分极了,一上自己的课,就嘻笑打闹,没大没小。 这不,到了午餐时间,孩子们就七嘴八舌围着他。 魏前辈,为什么你拿的是笛子,韩光君拿的是琴? 魏前辈,你的好丑诶,不如韩光君的好看。 他刚喝了汤,差点喷出来,觉得有必要维护一下自己的光辉形象。 你们韩光君写的楷书,魏前辈我呢,写的是草书。 草书懂不懂?小孩子不懂,就不要乱讲话。 哦,是这样?小孩子似懂非懂。 又有小孩问,魏前辈,你和韩光君谁的官大? 还没等他回答,就有小孩接口,当然是韩光君了。 韩光君是仙都,我爹娘说了,仙都是最大的官。 没关系那里,仙都会在内容,还需要想把他想念得到什么样的。 然后,仙都会在内容。 现在,仙都会找到沉口,仙都会在内容。 就算盖了。 整整个话题,仙都会是什么。 然后,仙都会来想念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